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夫妻两人应该互相理解 也不是指明明对方已经介意 还只抱着自己的委屈自己消化 这对于婚姻来说没有任何好处 只能让两个人的问题越来越多 越来越麻烦 婚姻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对方的想法 因为很多事情如果同样发生在自己身上 自己也不一定能接受 赵宁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在婚后觉得一定要珍惜自己仅存的友谊 不管丈夫的想法 还和男闺蜜交往过甚 还在丈夫提出明确抗议时撒谎 最后丈夫以其人之道还置其人之身 赵宁却又无法接受 让我们来看看她的经历 来自赵女士的经历 赵宁的丈夫成名 无论拿出哪一点来说 都是会被别人夸奖羡慕的 成名长相帅气 学历出彩 毕业后又靠自己的能力找到了一份待遇很好 很拿得出手的工作 再加上成名本来的家庭条件就很好 所以成名在很多女人的眼里都是很优质的结婚对象 而当初也是赵宁倒追的成名 都说女追男隔层杀 赵宁的热情很快就贡献了成名 让成名成为了他的男朋友 毕业后 成名再找到工作 就向赵宁求了婚 因为在成名的眼里 成家立业就是一个男人最该完成的事情 而成名也不愿意让赵宁等太长时间 让赵宁心里不安定 对于这种人人都羡慕的婚姻 赵宁当然是不会拒绝 在众人的祝福下 接过了成名求婚的戒指 就此成为了成名的太太 婚后 本来就不想工作的赵宁 干脆当了家庭主妇 然而赵宁却又不想要成为一个只知道做家务的黄脸婆 成名也体贴他 家务分走一半 还把自己的工资卡给了赵宁 让赵宁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每天开开心心的最好 赵宁也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 然而赵宁的做法也并不局限于逛街购物 赵宁最开心的 还是和自己的一群好朋友一起出去玩 就像上大学时那样 不用考虑生活费 也不用考虑太长久 吃饭 逛街 看电影 这些都是标配 而赵宁也不想干这些无聊的事 刚好赵宁有一个男闺蜜 为人比较开放 经常招呼着一群朋友一起去酒吧 或者一起出去旅游 赵宁每次都会参与 而且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快乐 成名一开始 看着每天开开心心的赵宁 其实也觉得挺高兴的 但是对于赵宁 经常不着家的行为 成名还是有一些不满 而成名也从来不会藏着这些问题 都是直接和赵宁沟通 赵宁却不以为意 对于丈夫的劝说 赵宁都会以生活太无聊当借口 成名没有办法 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妻子 成为一个只会待在家里 没有自己人际关系的女人 但他还是希望赵宁能收敛一点 老婆 我不是不让你出去玩 只是希望你能稍微注意一点分寸 比如你那个男闺蜜 你不觉得你们俩走得太近了吗 而且我觉得你男闺蜜 其实是有点喜欢你的 赵宁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所以成名说了他也只觉得 成名是小题大做 不过赵宁也了解成名 知道自己如果太油盐不尽了 成名就真的生气了 所以赵宁就只能安抚自己的老公 知道了 知道了 那我以后就少和他出去 多找我那两个闺蜜不就行了吗 你放心 我有分寸 成名还是很相信自己的妻子的 也以为他说到就会做到 毕竟都是成年人了 而且也已经成了家 赵宁不至于那么美谱 然而成名还真的是高估了赵宁 在一天半夜回家发现 赵宁还没回来时 成名就知道自己的话成儿旁风 等了两个小时后 成名却接到了赵宁闺蜜的电话 那谁 你来接见你老婆 喝得烂醉 我们也都喝酒了 送不了他 成名十分的无奈 只能大半夜开车去 把自己老婆接回来 而看着一滩烂泥式的赵宁 成名也没办法批评他 而去接人的时候 成名又看见了那个男闺蜜 如果不是旁边 确实站着赵宁的两个女闺蜜 成名怕是压不住自己的火气 但赵宁第二天也没有逃过一顿说教 而成名看着赵宁什么 都听不进去的样子 头一次真的发了火 你还是个小孩子吗 知不知道结了婚 要和别的男人保持距离 昨天要不是你闺蜜 给我打电话 你可不就又和她走了吗 赵宁第一次被成名这么骂 也是受不了这种委屈 直接回怼 我看你就是小心眼 结了婚难到 就不能有一性朋友了吗 我都和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们俩没啥 我轻者自轻 你爱信不信 成名简直无语了 也懒得再和她废话 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就去上班了 在公司成名一边工作 一边冷静自己 想着还是回家和赵宁 好好聊聊 结果等到进了屋 就看见忙着收拾行李的赵宁 看见成名回来 赵宁美好气地说 既然你不想看见我 那我就出去玩几天 也顺便散散心 你也好好想想 自己哪做错了 成名简直是哭笑不得 自己每天辛辛苦苦挣钱 供他吃喝玩乐 就因为介意自己老婆身边的一个男人 反倒是他错了 想到这儿 成名猛地反应过来 问起他和谁出去旅游 赵宁理所当然地说 当然是和我男闺蜜了 不过你真的别介意 我刚才都和他聊过了 我男闺蜜不喜欢女人 对于赵宁的狡辩和自圆其说 成名又生气又无奈 直到赵宁出门 也没再想到该说什么 然而成名却不愿意 自己的婚姻一直这么下去 想了一晚上之后 成名想到一个办法 等到赵宁旅游完 高兴地回了家 成名把他接回来后 赵宁却发现 隔壁的女邻居在自己家洗澡 赵宁顿时就冒了火 质问成名这是什么情况 成名十分无辜地解释 这又什么 我刚才问过他了 他说他不喜欢男人 赵宁愣住了 随即反应过来 成名这是在报复自己 然而在生了一会儿气后 也明白了成名这是为什么 后来赵宁也终于懂得 和男闺蜜保持距离 才和成名回到以前的样子 成名要求赵宁 和男闺蜜保持距离 赵宁却觉得自己亲者自亲 甚至为了堵住成名的嘴 说男闺蜜不喜欢女人 成名为了挽救自己的家庭 选择用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也让赵宁终于明白了 自己一直以来生气的原因 拯救了夫妻之间的感情 其实很多婚姻都是这样 在刚开始结婚时 不懂得考虑另一半的感受 在另一半多次抗议之后 反而觉得是另一半小心眼 但当同样的事情放在自己身上 他们才明白 为什么另一半这么生气 才学会收敛自己的行为 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 成名的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婚姻来之不易 两个人要靠慢慢地相处 慢慢地磨合 才能把婚姻过好 矛盾和吵架 是每对夫妻都会经历的 也不必因为一时的问题 就匆忙选择离婚 两个人能走到一起 靠的是缘分 能解决的问题 就不要让它造成最坏的后果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